肖战是当今内于声势最强的艺人,却鲜少曝光,低调得不像顶级明星。某些人更是恶意揣测与诋毁,在各方面对其打压。而肖战官宣出席北京文化论坛晚会并现场的消息一出,立刻惊掉了所有人的眼球。这个大众极为陌生的晚会,其规格之高,历年来少见。 而肖战极少曝光,一方面是其低调专心演戏,另一方面不是不曝光,是不轻易曝光,因为他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下,不客气地说已经深重未尊。回首肖战出席的几次晚会,无不分量极重。数字事件后,在一片肃杀中,首次亮相就是央视的重阳晚会。这背后的认可与支持,当时令多少人热泪狂飙。 后面亚运会台下,全市各级领导,大湾区港澳台众星云集,无异不是在背书上,地位上尊高的晚会,而且唯一现场人的待遇无声开启,令内于无人可比,无法攀比。 而今,肖战不出则已,出则惊艳世人。这句话再次应验。 作为唯一现场明星,出席北京文化论坛晚会,同台的都是国家一级演员,还有外国公主。 晚会背书更是惊人,是经国务院同意,中宣部牵头,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办的,可谓强横无比。 台下是来自七十多个国家,二百多位外宾。 此晚会,更是被新闻联播专门报道了。 这规格,这待遇,真是不能再顶望。 不得不说,肖战的海内外影响力太大了。 在这样众多外国来宾的晚会上,一登台,就迎来满堂热烈的掌声和欢呼,更纷纷开启拍照,录制模式。 这份不是粉丝,却依然瞩目的声明与影响,让人叹为观止。 肖战作为从未在海外有演出经历的中国明星,凭着作品与个人魅力,已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熟知,并赢得了喜爱。 真是好了不起。 肖战以一身Gucci身色定制西装亮相,配以保湿龙有着辉煌历史的胸针,那是见证了英国女王众多历史时刻的瑰宝。 这次带在了肖战的胸前,足见品牌的无尽推崇之心。 一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深情婉转,唱出了国人借乐传情的艺术格调,让海外来宾感受到了中华音乐魅力,与人文情怀。 台风之吻,唱功之好,星光异矣。 敬展我中华爵士风采,令人无比骄傲。 肖战此次参加北京文化论坛晚会,在全网上下引发了极大的震动。 中国日报提前爆出了肖战的演出照片,北京卫视更是又发博,又拍视频,像急了炫耀自己家孩子的家长。 某外国记者发了九宫格晚会报道,肖战就站了最中间的三格,更是各种路透,净显激动与喜悦。 相信后续会有更多的海外来宾和遇会者的反馈。 凡此种种,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肖战被官方推崇,被媒体追捧,为大众深深的喜爱。 肖战这些年一路风雨不断,却一直努力不懈,越发强大,越发有力量。 他的实力才华,他的人品风骨,已经深入人心,向漫天星光,洒遍世界各个角落。 他至鼎至热,却低调自持,给人余地,不轻易曝光。 而一旦曝光,就是轻视之光。 他早已被国家认可,作为国家优秀代表,文化使者,被推崇,被视为骄傲的存在,向全世界炫耀。 这位集中华诸多优秀品质与一身的青年已长成。 在娱乐圈的浩瀚星空中,肖战如同一颗最为耀眼的星辰,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。 经过昨晚娱乐圈的一番风云变迁,肖战作为2024文化论坛文艺晚会唯一独唱艺术家,成功位列神坛,完成了从明星到主流文化领域文化艺术家的华丽转型。 这场文化论坛,汇聚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外宾,以传承创新和互建为永久主题,凸显出一家6加32的四大特色,即学术性、高端性、国际性和群众性。 肖战已然成为一张文化领域对外交流的闪亮艺术家名片。 一代表开幕式的主论坛,在这个汇聚全球智慧的舞台上,思想的火花激烈碰撞,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指引着方向。 六则是66个平行论坛,其中,肖战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以最大的版面呈现在文化传播、影视制作与时代表达的议题中。 这部作品的制作人也参与了关于影视青春化表达,助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对话,展现了肖战作品在文化领域的深远影响力。 而32代表着32场专业沙龙,旨在深入交流对话,携手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。 肖战在这场文化盛世中的表现,令人惊叹不已。 可以注意到,他几乎是下了飞机就进了会场,事先完全没有机会走台。 然而,到了晚上,他却以完美的状态呈现在舞台上。 现场已经录制的人都不敢直接发出来,直到迪拜账号将肖战现场无休片的视频放出,大家才纷纷发出自己在现场录制的视频。 就是,这样一个现场纯素片,已经让无数人沉醉在他的歌声当中。 他的歌声太美了,无论是从专业素养,还是与现场乐队的配合上来说,都达到了极致的完美。 一首歌下来,他将中华男儿挺拔俊雅,淡然高华,谦逊有礼,温润如玉的君子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。 他的那脸温柔,如清风小月般的嗓音,顿时让人忍不住摒弃凝神,恍若置身云间。 在那一刻,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到了这句话,成熟指的不是年龄,而是安放情绪的能力。 肖战用他的歌声和表演,诠释了成熟的真正含义。 他的每一个音符,每一个动作,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,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沉稳与自信。 而他胸口佩戴的那一枚,陪伴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,整个统治期间的宝石龙双回形钻石胸针,也在他的演绎下璀璨夺目。 不得不说,肖战真的很会选配饰。 这枚胸针,有十八种不同的搭配方法,是伊丽莎白公主年满十八岁时收到的礼物,后便伴随他整个统治期间。 这样的一枚胸针,正好完美地符合了本次论坛的永久主题《传承创新》。 他象征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就像肖战的表演一样,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,展现出文化的魅力和活力。 肖战,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和歌手,更是一个文化的使者。 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,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和魅力。 他的每一个角色,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故事和情感,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 他的努力和付出,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他的存在,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星,照亮了文化交流的道路。 肖战的成功,并非偶然。 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,努力和坚持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。 他不断挑战自我,突破自我,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,展现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。 他的谦逊和努力,也让他赢得了同行和粉丝的尊重和喜爱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。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,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他的每一个作品,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,都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闪光点。 他的故事,将激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,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肖战,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,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 你的光芒,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,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。 你的故事,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,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,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。 让我们一起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努力,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肖战,你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 我们将与你一起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肖战明晚的演出,你约了吗?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,他再次带给我们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,一起感受他的魅力和才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